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中国队最终在下半场比赛打出了进攻端的水平 下半场比赛的进攻进球足够的多 最终是5比1 大胜印度队取得了本次亚运会的开门红 也是希望我们亚运队的小伙子们能够再接再厉 在之后的两轮比赛当中依然拿出像本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样 当然这场比赛我们也是累积了存在的一些的问题 稍后我们也将会回到演播视频 您复盘一下本场比赛中终的表现